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的视频我会介绍8种半高球训练 帮助你熟悉高空球处理的技术动作 我以后在比赛中处理高空球打好基础 下面就开始今天的训练 这次训练我带上了英战智能护腿板 它可以记录我们在踢球时的跑动距离 冲刺速度、触球次数、射门力量等数据 还可以看到自己在同地区、同年龄段排行榜上的位置 踢完球后连接手机蓝牙就可以查看 瞬间感觉自己也变成了职业球员 第一个动作,脚弓端球 首先我们的胯部要朝外侧打开 第二,转动膝盖,摆动小腿肌球 第三,脚踝要发力端平,用脚弓触球 脚弓端球是我们在处理高球时最常用也是最稳妥的技术动作 这个训练每组50次,做5组 初学者可以只练习惯用脚,有一定技术的朋友可以加上逆足 第二个动作,正脚背传球 首先大腿抬高,然后转动膝盖,摆动小腿 用正脚背触球 在触球的瞬间一定要锁紧脚踝,绷直脚背 让球在空中几乎没有旋转 每组50个,做5组 第三个动作,大腿停球后,脚弓传球 首先大腿抬平,把球踮起 使球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 这样我们就有时间调整身体 用脚弓传球 注意触球部位不要太靠近大腿的根部 也不要用膝盖把球顶飞 大腿由于面积大,弹性小 相对来说更容易停好高空球 同样每组50个,做5组 第四个动作,胸部停球后,脚弓传球 上半身要微微后仰,用胸大肌触球 腰部发力,把球往上顶,使球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 这样我们才可以更从容的调整身体,完成传球 比赛中我们往往会用胸部把球往下顶 直接领向自己将要带球的方向 但是把球往上顶,是胸部停球最简单,最基础的动作 每组50个,做5组 第五个动作,脚弓端球后,脚弓传球 在端球时,脚踝要发力,向内撇 胯部打开,摆动小腿,把球往上端 使球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 这个脚弓端球的动作,非常类似于脚弓停高空球 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动作 每组50个,做5组 第六个动作,头顶球 双脚前后开力,在顶球时,腰部和膝盖要同时发力 出球部位是额头往上一点,大约发肌线的区域 实战中不敢顶球的朋友们,可以先通过这个动作练习 落脸的判断,找到出球的部位 顶球时一定不能闭着眼睛 同样每组50个,做5组 第七个动作,用头停球后,脚弓散球 用头轻轻把球顶向正上方 使球直上直下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 要注意方向和力度的把控 每组50个,做5组 最后一个动作,屁股顶球 首先找准落点,然后转身用腰部发力 用屁股把球顶出去 这个动作不用练,有屁股就行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